嗨,各位朋友,你们好吗? 我是CocoDoo,来自越南 今天呢,就是CocoLoo这段视频 跟大家分享关于越南的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嘛,各位多多少少都会想到的就是春节,对吧? 那好,在咱们了解越南这边有什么传统节日 之前,Coco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就是Coco在网上购买的一简梅 这个您看到了吗? 就是在长牙了 这个呢,刚买回来的时候 它就像那个已经被筛干的火柴一样的 就是黑乎乎的 就是什么是 就是砍柴啊 不是火柴,是柴 就是黑乎乎的 然后Coco很耐心的去照顾它 它现在就开始长牙了 过段时间肯定是会开花的吧?希望如此 就是越南我们过春节的时候还是有蛮多值得去跟各位 向各位分享的习俗 那么在过春节之前 呃,拉月,拉月,拉月,呃 拉月23日,就是拉月念三的那时候 我们过一个相当大的隆重的节日 那是什么节日呢? 咱们来跟Coco了解一下吧 就是让Coco去给大家分享一下资料哈 就是让Coco去给大家分享一下资料哈 呃,农历,呃,农历十二日 哇,十二月,呃,不好意思 农历十二月,它也叫拉月,啊,拉 这个拉越南语是甲,甲甲,嗯,甲甲 然后二十三日,我们有一个词 呃,叫念,念,就是二十的意思 然后念三,拉月念三 那这一天呢,是什么日子呢? 是咱们越南,呃,一年最重要的节日 就在一年当中,拉月,念三 这一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它是什么呢?它就是 这个房间的各路神灵都得回天上 然后向玉帝,玉帝爷爷,呃,报告 这一年在人间,比如说,就像Coco吧 就是在那个度家,在某某某地方的,呃,度家 有一个叫都市碧莲 呃,就是Coco度吧,Coco度 他这一年呢,做了多少好事 做了多少坏事 然后他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这我们叫是招神节 招神节,这个招啊,就是招炉 以前咱们是,呃,还没有煤气的时候 咱们有那个是招炉 招炉有三个脚 嗯,三个脚就是,呃,一位,呃,招神婆婆 还有她有两位老公嘛 然后就说,他们三,他们三就在一起 然后这三,我们这一天,我们要准备什么 啊,据说,越南民间 据越南民间传说 蜡月念三这一天 各路神灵就上天,回天上去了 那么就是,他们会向玉帝爷爷报告 这一年的民间发生了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每个家庭会遇到了什么 呃,有什么好事,有什么坏事 呃,然后,呃,幸运的,倒霉的,都都说哈 还有那些是每行每业,各行各业的一些 呃,呃,就是说什么是能做到了什么 呃,存在的什么问题 还有等等等等啊 然后,呃,这一天,这一天 呃,或者是这一天之前吧 呃,越南呢,会准备的挺多的 就是给三位招神,呃,准备的就是 他们的衣服,服装,还有他们的鞋子 他们的那个,呃,官猫,嗯,官猫,呃 呃,就是这张图里面没有,不太明显 这只是看到他们的鞋子 看到他们的鞋子,啊,就是一位,呃,婆婆 两位,呃,爷爷哈 还有,呃,就是您看到了吧 在这边也有,这是桃花 因为那时候已经冷了 所以北方这边的桃花也开了 然后这是方宗,呃,这是越南的宗子 呃,现在越南的宗子就是到处都有啊 任何随时都能买得到的 然后这个,值得去提的是什么 就是在给招神准备的服装 呃,猫子,鞋子,衣服之外 咱们还得给招神,就是我们的就是叫贡品 贡品,我们就准备的,呃,待会儿可可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越南的贡品有哪一些哈 还有,这一天非常非常重要的,呃,一样东西 那就是火鲤鱼 那三条火鲤鱼 那三条火鲤鱼是什么意思呢? 它寓意是什么? 它就是给招神送,三位招神送上的是什么? 就是送他们上天的交通工具 他们是骑火鲤鱼上天的 然后呢,这就是我们传统祭祀的仪式 也是越南民族的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和美俗 呃,很多年了,到现在还维持下去的 现在还有,以后当然还会有 这一天呢,我们要家家户户,都打扫卫生 还有那个是,呃,就是供台,供台上 就是供,呃,就是供品上面的,呃,把供品放在上面的这个 我们得收拾 那么一般这一天是不能放假的 如果不是周末的话,那不得放假的 那大家都得先提前准备吧 然后这个香炉,我们每一年 呃,因为越南这边老百姓有个习俗 就是初一十五,呃,如果是偏向佛教的话 就是初一和十五都给祖先烧,呃,摆摆神嘛 呃,所以里面的那个,呃,就是摆神的时候 就是用那个香啊,然后在里面就满了,差不多满了 那这一天得要把这些拔出来,然后就留了五根 就留五根,嗯,那么,呃,可可给大家分享的 这是供品,我们要准备的是哪些哈 这是越南,呃,就是年夜饭吧 就是传统的年夜饭 然后我们,呃,造神节那一天的,嗯,供品,呃,跟这些差不多的 呃,在可可家庭来说是,嗯,跟,跟年夜饭差不多 有鲜花,呃,一般我们使用的就是那个菊花 有黄色的和白色的菊花,还有这是我们有一碗汤 一碗汤,一碗汤,一般的汤都是,要么是米,那个粉丝,啊,鸡杂粉丝 或者是猪蹄,啊,猪蹄,啊,酸素,啊,竹笋,汤,还有白斩鸡,有的家庭就是一只鸡 就整一只鸡就这样绑着,就是鸡杂粉丝,鸡杂粉丝,然后有一盘那个糯米 一般都是我们喜欢用的是木变子,木变子果,就是水格,木变子果,呃,水格,还有,呃,现在就是到处都可以买到任何时候都可以买粽子了,不一定是春节才有,所以,呃, 呃,糟神节的那天我们也可以是有那个,呃,呃,呃,粽子 也可以是有肉饼,就是有地方叫炸肉,就是这种炸肉 还有,呃,还有,呃,汤,有蔬菜,对,蔬菜都炒的,一般都是炒的,呃,一碗汤,呃,一盘糯米饭,呃,呃,也可以有那个粽子,呃,还有啥呢,还有,呃, 嗯,对,还有点料,就是我们不能放那个大蒜的,所以就是要一碗那个,呃,呃,鱼露或者是椒盐,嗯,等等,那么就是这叫公品,还有,呃,呃,招神节那天必须得有三条活鲤鱼,还有白酒,还有白酒,或者是水,白,就是净水, 嗯,当然了,这个花子和就是餐具都得有啊,呃,还有呢,就是这三条活鲤鱼呢,之后要干嘛,这三条活鲤鱼之后我们就去找一些比较干净的,呃,湖泊,河啊,或者是,呃,有水的,呃,水溪啊,或者是河,我们就把那些活鲤,就是先把这些公品给了 烧给,就是,呃,呃,有纸钱,有这些送给招神的三位招神的服装,呃,就是先烧,先用火,放在那个火炉里面就烧,烧了之后就是把这个活鲤鱼,就带去,呃,湖里边就把它们给放生,嗯, 嗯,还有一些比较旧的东西,用不着的东西,就想换新的,也是拿去那边,放在那儿,呃,就是,呃,就是,呃, 把旧的一年,呃,呃,送走,然后希望各位招神到天上跟,呃,玉帝爷爷就说我们今天,呃,呃,在这一年里,嗯,就是,呃, 嗯,勤勤恳恳的,就是勤劳的,努力的,等等等等,那么希望就是,呃,上天保佑,呃,呃,第二年我们就怎么,就是身体健康, 一些,呃,一些,呃,客家团圆,呃,啊,安康,呃,是,是顺利,等等等等,那这一些都是越南过招神节的非常,呃,传统的节日,那么,说到这儿,Coco也想跟各位年轻的越南朋友说,如果您要参加SKK告知好诗,呃,人家要您,呃,呃,介绍,呃,您国家,呃,呃, 国家的传统节日,那么很多同学会想到是春节,当然了春节是非常大的节日,最大的节日嘛,但是当然您也可以是介绍招神节,因为招神节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所以它是独特的,那独特的咱们该,呃,值得,呃,去讲,对吧,嗯,好,那么,呃,Coco后面就会,呃,这份视频就算是越南, 传统节日系列,就是,呃,Coco在Coco的自媒体上面会标题的就是越南传统节日,呃,那当然从这个,呃, 呃,造神节开始,因为它算是过年的第一个节日了,过年的第一个节日也是非常隆重的,然后造神节之后,就到那个除夕,到除夕,除夕之后就到那个大年初一,我们有冲洗,对,冲年洗,冲年洗人,冲年洗之后我们就有那个什么, 我们这边的元宵节也不是很大的,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去工作了,清明,清明也是很大的节日,也是值得去提的,因为大家都给,呃,祖先去扫墓啊,等等等等,那,呃,清明之后就到了,嗯,端午节, 那么端午节,我们跟中国的端午节是不一样的,中国有屈原,所以就是端午节是,呃,纪念,呃,屈原,但是越南这边没有屈原,所以我们端午节就是我们的沙虫节,呃,除,呃,然后到什么,到除了端午之后,我们就有了那个是,呃,鱼兰,鱼,鱼兰节, 嗯,对不然就是中,中原节的那些鬼节啊,然后我们就有中秋,中国的中秋是团圆节,我们这边是给小朋友过的,当然每一个节日具体的该,呃,呃,有什么活动,该准备什么,可可会嬉戏向各位,呃,介绍,包括春节,春节我们要准备的那个五果盘,那么五果盘, 为什么可可非常看重这个内容呢,就是因为之前吧,可可呃,呃,的工作,就是可可接,接待了很多中国歌所高校的领导,就是领导级的,呃,校长啊,副校长啊,党委书记等等, 那么大家就是非常有学问的,那非常有学问的人提出的问题都是很有学问的,那么一般的越南学生如果是汉语水平不够好,或者是人长得太小的话, 他只知道他家每一年过节过的怎么样,然后说的不够全面,因为属于一个国家的文化,那你家庭有家庭的文化,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你家怎么过不代表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各位您明白吗,所以可可会,呃,就是,嗯,按这个,呃,思路去跟大家分享,呃, 啊,然后各位越南同学,如果是您在练那个SKK高级好诗,您也可以来参考,您如果是在各大企业,呃,当翻译,那可可说的是各大企业啊,不像那个你在,如果你在工厂当工人的话,人家不会问这些的,而且是人家都根本就不和你,不理你啊,你一天到晚都埋着头,就是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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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那就,就,就, 嗯,这些您,当然您爱了解就了解,呃,Coco在,呃,帮助,呃,各位提高自己的水平,呃,所以,希望,呃,Coco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呃,就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呃,就什么说,外国朋友,也是欢迎各位来了解越南传统的文化,全面的,呃, 呃,客观的正面的去了解,不要通过某个好朋友的角度,去看,一个国家的文化,这样,太偏见了,太狭窄了,很窄,啊,OK好,那Coco得去吃饭了,因为现在已经是,呃,到, 吃吃午饭的饭点了,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吃吃,我是Coco杜,来自越南,呃,我的一姐没开花的,或者是长牙,长得更多的时候了,Coco也会跟大家分享, Coco我非常喜欢这一剂。好,呃,各位再见 谢谢